男人俯身脱掉女人的鞋子,抽出她厚重的皮带,摘下她脖子里的项链后,雨点般的吻随即落下,压抑许久的情感如山红般四孽,爱玛本是俄罗斯艺术商的女儿,纺织叶巨头的公子当年娶她为妻,她追随丈夫来到意大利,成为循规蹈矩的豪门主妇,陪珠光导气的婆婆逛街解闷,妆容配饰一丝不苟,所有的衣服手带全是顶级名牌,但这样衣食无忧的上股日子,这如同瑞奇家芳芳正正棱 同角分明的豪宅一样毫无生机,爱玛膝下两儿一女歌有所成,她与丈夫坦克雷德之间早已没有激情,年岁已大的公共在生日宴会上将自己的商业帝国交接给儿子和孙子爱德华继承,家里最近好事连连,爱德华向未婚妻求婚,好友安东尼是这场party的主徒,远在伦敦的父亲并没有赶回来,爱玛也在自己的房间不想打扰年轻人的聚会,丈夫回来后和妻子聊起爱德华玩心太大,还需要历练,她仿佛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接手纺织业巨头祖父交给她的瑞奇家族的生意,她只想和好朋友安东尼开一间餐厅 这天爱玛带婆婆和未来的孙媳妇来安东尼工作的餐馆吃午餐,婆婆要了95年特级员阿尔滕·贝格的雷斯林住信,婆婆了解儿子第一次和她提起爱玛时的趣事 婆婆连连称赞美食,她说爱德华是对的,安东尼简直是个天才 腌蛋黄,豌豆奶油和西葫芦花的搭配,酸甜酱汁浇在肥硕的虾身上,还有鱼和松脆的蔬菜混合在一起 一口下去瞬间打开味蕾,鲜虾Q弹滑嫩多汁在蛋黄和酸甜酱汁的包裹下直接爱玛的灵魂 正当她意犹未尽时,安东尼来询问他们对菜品是否满意,婆婆直接夸赞她,你太棒了 餐后艾玛特意找到安东尼对她的厨艺大家赞赏 安东尼说她今天吃的菜是她自己种的,爱德华打算和她在山顶开间餐厅 艾玛和她道别,说自己有空一定会去看看 对塔从伦敦回到米兰,祖母和爱玛开心地接她回家 母后的花园,对塔和母亲聊天,她递给母亲一张女孩的照片说 我为了她离开伦敦,我确定我不是一时冲动 艾玛非常感谢女儿对她的信任 然而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她还是无法形容这种复杂心情 她一面钦佩女儿为追求真爱而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一面又担心女儿未来会受到世俗狭隘眼光的伤害 她枯燥的无碍生活在女儿的对比下似乎更加苍白 艾玛原本来尼斯看伴展览的女儿 可竟然在街上看到了安东尼 她鬼使神差一直跟着对方穿过了八街小巷 那日下艾玛似乎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 她停了下来,然而几秒后她还是继续跟了上去 她差一点就被发现,艾玛钻进一家书店 可当她在抬头时,却似乎看到了安东尼 她连忙追了出去 安东尼建议艾玛和她一起去她山顶的家 她们一路蜿蜒在美丽的盘山公路,最终来到了山顶 这是安东尼祖父留下的土地 父亲一直不同意他们在这开餐馆 山林间小鸟和之鸟的叫声交织 乡夜的空气让人身心愉悦 延绵的远山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突然安东尼稳住了艾玛 艾玛多年尘封的心被唤醒 她情不自禁地难言满足的傻笑 之前黑白的世界瞬间变成了五彩斑斓的颜色 艾德华和未婚妻去工厂里 她问哥哥为什么最近才了很多工人 如果爷爷再是不会这样的 尊重传统和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 但哥哥却表示不要作伪君子 你了解的并不全面 可善良的艾德华却非要去伦敦让父亲评礼 他完全不理解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 都能游刃有余地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祖父 有多强大的头脑 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格局 严丝合缝的精灵也同样至关重要 餐厅里安东尼心不在焉 突然他听到门外有声音 他推开门看到了艾玛的身影 两人立刻缠绕在一起 这时艾德华却匆忙地赶来 当他推门而入的一瞬间 却看到了不堪的一幕 他去信任何状况 他去信任何状况